从狮子王中的丁满到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凭借蒙虫的外表呢 胡蒙捕获了不少人的心 今年五月南京红山动物园就引进了一群胡蒙家族 那么半年不到这个家族就喜添了心听 今天小家伙满月了 这两只小家伙是八月十号出生 今年刚满月 从外形上看 完全就是成年胡蒙的缩小版 蒙太十足 小胡蒙是在洞穴里出生的 第一次睁眼看到的世界灰暗的 一至于到今天 他们依旧习惯躲在各种隐蔽的角落 每天到内隆喂食 他们也是羞答答的 这个胡蒙群是典型的母系家族 唯一的母胡蒙是女王 其他的公胡蒙各司其职 分别负责放哨 挖洞等 两只小胡蒙出生以后 饲养员观察发现 一只原本无所事事的公胡蒙 终于上岗了 有活干了 他那个照顾的时间比较多一点 他就陪伴他玩 然后就是吃饭的时候 他会看着他 其他的大猛先吃 然后他这个保姆在外面 看着小的 看护着小的 等大的吃完以后呢 再换半 除了为难时 由女王陛下母胡蒙照料 两只小胡蒙完全由这只 专职保姆伺候着 胡蒙在野外繁殖率非常高 一年能生产三到四次 而且每次都是双胞胎 或者三胞胎 发现了合适合